连日来 无症状感染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截至2020年3月30号24时 中国接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为1541例 其中境外输入205例 昨天 中国国家卫健委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无症状感染者如何划分 一是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 经过14天潜伏期的观察 均无任何可自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与体征 始终为无症状感染状态 二是 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 采样时无任何可自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与体征 但随后出现某种临床表现 即处于潜伏期的无症状感染状态 无症状感染者通过哪些途径发现 主要有这四个途径 一是以后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 二是聚集性疫情的调查 三是传染源的追踪 四是部分有境内外 新冠肺炎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旅游史 或者是居住时这样的人员进行检测 无症状感染者会传染吗 综合目前的监测和研究 无症状感染者存在传染性 但其传染期长短 传染性强弱 传播方式等尚需开展进一步科学研究 部分专家认为 鉴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呼吸道标本 能检出病原核酸 但由于无咳嗽 打喷嚏等临床症状 病原排除体外引起传播的机会 较确诊病例相对少一些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局长长继乐介绍 从4月1号起 将在每日疫情通报中 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报告 转规和管理情况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同时国家卫健委 已要求各地加强对无症状感染者的防控管理 无症状感染者需集中隔离14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